大家好,我是海文 说起比亚迪唐DM 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比亚迪品牌的一个性能担当 它是比亚迪542战略下面的首款车型 它采用电动四驱 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少于5秒 在同级别当中 它的动力性能无疑是一个鹤立机群的存在 而DM技术发展到最新一代 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 分别是DM技术 前者是应对节能舒适的一个定位 而后者则坚持了高性能的取向 我身边这台比亚迪唐DMI 就是一个坚持舒适定位的一款车型 那么它的预售价是19万7800到22万4800 预计会在4月19号的上海车展上面正式上市的 接下来我们先体验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观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跟现款的比亚迪DM是大同小异的 外观类似没有多大的区别 我们只说亮点 厂家给它总结了六个特点 快 省 进 顺 绿 大 那么前四个都是跟驾驶相关的 我们就先不说了 绿说明它这台车是能够上新能源牌的 能够免去很多大城市的朋友 拍牌跟摇号的烦恼 而且还能够减免购置税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体的车身是比较强大的 因为它是一台中型的SUV 而且带有七座的配置 空间方面是足够大的 我们再看一些细节 车头方面可以看到蓝色的标识 说明它是一台新能源车 而且可以看到很多摄像头跟一些传感器 因为这台车采用的是比亚迪的D-Pilot驾驶辅助系统 是达到了L2级别的驾驶辅助水平的 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轮胎 采用的是20英寸的铝合金轮毂 采用一个5伏式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动感 在轮胎配置方面 它采用的是加通Comfort 225系列轮胎 具有低滚阻跟低噪音的一个特点 符合这台车注重经济实用的一个性能定位 来到尾部 整体造型是没有多大变化的 主要是标识不同 首先它左侧这里采用的是DMI的一个标识 同时它在膛下面没有了4.3 或者4.5S的这一个性能标识 说明这台车不是一个性能取向的一个车型 下面我们看一下内饰 来到车内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熟悉的设计 因为这台车的内饰设计跟谈DM是基本一样的 在配置上面可以看到有个大尺寸的15.6英寸触摸屏 还有这个整个车呢 大面积采用了这个真皮的包裹 座椅的感受呢也是比较的舒适 底部这里呢还采用这个反毛皮的一个包裹 应该说在用料方面呢 也是符合它这个比亚迪旗舰的这个定位的 动力方面呢就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它采用的是比亚迪最新的DMI插混系统 搭载的是来自骁云系列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配两个电机 整个系统的峰值功率呢是达到了160千瓦 而峰值扭矩呢是达到了325牛米 这台车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其实都是以电力驱动为主的 在续航里程方面呢提供两个版本 分别是纯电续航52公里的版本 跟纯电续航112公里的版本 而且这两个版本呢都是采用了磷酸铁里的刀片电池 在安全性能方面是有保证的 在亏电续航方面呢 我们这台112公里的版本 它的亏电油耗是做到了5.5升每百个公里 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油耗水平 整车的这个综合续航呢 是达到了1050公里的 开起来之后呢 这台车给我的感受呢 确实是跟宣传的一样 非常的平顺 因为它是取消了换挡机构的 而且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是以电力驱动为主的 所以开起来就像是一个电动车一样 起步非常的灵敏 动力输出呢非常的平顺线性 有很好的可控性 在0到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低速阶段呢 它的加速都是比较的畅快的 给我感觉呢 甚至比原来的2.0T燃油版车型呢 要更好一些 而如果到了8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这一个 时速的时候呢 就感觉它这个加速的力道呢 就趋于平缓 哪怕是你是以全油门的方式去加速 你也感觉不到很明显的一个推背感 就车速的提升呢 是比较的缓慢一点的 在高速的时候 比如说你到了100公里的时候 巡航的状态下呢 它就会采用一个发动机直驱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让发动机持续运行在一个 比较经济的燃油区间 做到一个比较低的油耗 在燃油经济性方面呢 也是值得一提的 因为这台车呢 它是112公里续航的 它在亏电状态下呢 能够达到5.5升每百公里的一个油耗 那同级别或者是同价位区间呢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油耗表现 在行驶静密性方面呢 因为它多数情况下都是以电力驱动的 所以你感觉不到来自发动机的 这个噪音跟震动 整体的这个MVH表现呢 我觉得也是做得令人称赞 再说一下这个底盘表现 毕竟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旗舰车型 所以它整体的底盘呢 开起来呢 是有一种比较厚重的一个行驶质感 在面对一些密集的减速带啊 还有些坑挖路段的时候呢 都能够很好的化解这种多余的碎震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贴伏感 而且它保证了行驶的一个平稳性 所以呢 它整体的这个舒适度呢 也是做得不错的 当然了 这毕竟是一台中型的SUV 它整体的重心呢 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在你需要紧急变现 或者是高速过弯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整个车的这个重心 还是会偏移的比较大一点 有一点明显的一些侧倾 所以再结合呢 这一套比较佛系的一个动力系统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以一个 比较温柔的方式去驾驶 会比较合适 最后说一下我们开头说到的 这台车的几个特点 快 顺 静 我个人觉得呢 快它是相对的 就如果跟原来的这个2.0T发动机相比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套动力系统呢 它的这个动力响应啊 还有燃油经济性啊 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而静跟顺呢 我觉得它是做到位了 因为以电力驱动为主的时候呢 你感觉不到明显的噪音 动力的输出呢 也非常的平顺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给我感觉是 虽然说它没有限管DM 那么强 那么凶猛的一个动力感受 但是满足日常驾驶呢 还是游刃有余的 经过简单的试驾呢 我们说一下这台车 两个最大的亮点 第一个呢 是它的DMI系统呢 的确是比原来的2.0T燃油版车型呢 做到了更快更省 而且有着更好的乘坐舒适性 第二个是它的价格 目前来看呢 它这19万7千8起的这个预售价呢 大幅拉低了DM车型的一个入门的门槛 对于很多要上新能源牌的车主来说呢 它的购车成本是得到了大幅的降低 这台车呢 预计在4月19号正式上市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会不会有更大的惊喜 今天的试驾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